北美国际青年公益发展促进会日前于洛杉矶侨保办公室召开千元仪式 北美国际青年发展促进会的创始人刘芳表示 作为为数不多的由青年移民以及留学生共同创立的非盈利组织 北美国际青年发展促进会在洛杉矶、尔湾、硅谷、纽约、费全、华盛顿等地区先后组织和参与了近百场志愿者社区活动 这中间涵盖社区文化服务、中美文化交流、社区健康医疗、职业发展与职业素养培养等领域 我们正式的发起这次与社区的志愿者有关包括社区服务的签约仪式 也是希望能够发挥北美国际青年公益发展促进会 我们熟悉青年志愿者以及学生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领域 希望能够培养更多多一种的这些青年的社区公民 他们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为他们居住和热爱的社区 然后贡献自己的力量 据现任主席王怡宁介绍 此次首批与北美国际青年发展促进会签订长期社区合作的公益组织 与社团包括墓益基金会、美国飞虎队传播协会、美国抗癌协会、美国华裔平等权益协会等 合作内容包括中美文化推广、医疗与心理健康、远离毒品宣传、社区安全教育、青年女性素质培养、建筑与地产知识普及、创业投资等方面 共同促进国际公益社区发展 这是我们在将来做的一些公益活动中 更加帮我们中国国际留学生以及青年移民在美国发展国际社区进行一个更好的发展 活动当天主席王怡宁与此次的赞助机构进行了签字仪式并颁发感谢贺壮 同时邀请了洛杉矶资深乔领陶青先生讲述了当年留学的自身经历 冠王卫视时期记者航地洛杉矶报道